我去派遣龙哈去教化他的宗族 我说在痛苦的刑法降临你的宗族之前 你当警告他们 他说我的宗族啊 我却是你们的坦率的警告者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应当敬畏他 应当服从我 他就奢佑你们的罪过 而且让你们延迟到一个定期 真主的定期一旦来临 是绝不延迟的 如果你们知道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去日夜召唤我的宗族 但我的召唤使他们愈加逃避 我每次召唤他们来受你的 蛇诱的时候 他们总是用手指 塞住他们的耳朵 以衣服 门住他们的头 他们固执而自大 然后我大声召唤他们 然后我公开地训导他们 秘密地劝诫他们 我说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他却是制舍的 我就是分足的雨水降临你们 并且以财产和子嗣援助你们 为你们创造圆扑和河流 你们怎么不希望真主的尊重呢 他却经过几个阶段创造了你们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真主怎样创造七层天 并以月亮为光明 以太阳为明灯吗 真主使你们从大地上生长起来 然后使你们再繁育大地 然后又把你们从大地取出来 真主为你们而平整大地 以便你们在大地上走着宽阔的道路 奴花说 我的主啊 他们却以违抗我 他们顺从那因财产和子嗣而更加亏损的人们 那等人 曾定了一个重大的计谋 他们说 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 你们绝不要放弃 德旺 苏瓦尔 叶吴斯 叶欧格 奈斯尔 他们却以使许多人迷雾 却以使不义的人们更加迷雾 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恶而被淹死 随坠入火狱 故他们没有获得援助的人们来抵御真主 奴花说 我的主啊 求你不要留一个不信道者在大地上 如果你要留他们 他们将使你的众仆迷雾 他们只生育不道德的 不感恩的子女 我的主啊 求你奢佑我和我的父母 舍有信道而入我的房屋的人们 以及 信使们和信女们 求你是不义的人们更加毁灭